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美国非农业新增职位,简称非农 是反映美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数据 原署局也参考就业数据制定货币政策 基于就业数据的重要性 美国有不少相关统计 除了官方公布的非农之外 民间调查机构还有一个小非农可供参考 非农是由官方统计的 美国劳工部会调查38万个非农业机构 还会抽取6万个家庭样本作为调查对象 至于小非农是由民间机构ADP统计 数据採集至50万家美国企业 涵盖接近3500万个员工 小非农只会研究私人企业就业数据 不包括政府部门 因此小非农更能反映私人企业就业市场的情况 官方非农一般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五公布 由于小非农会在非农之前两天公布 即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 市场会视小非农为官方非农的前瞻 不过市场最关注的依然是官方发布的非农数据 小非农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总结而言 非农业新增职位增长表现持续好过预期 就反映经济回约度高 联储局货币政策会偏紧 相反非农差过预期 反映经济放慢 联储局有机会放松货币政策